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家晚班快到凌晨 看见老同学发的朋友圈 只有一句话 突然觉得喘不过气 太累了 配图是从写字楼的落地窗向外拍的夜景 置上路灯 整个城市都快要睡去 有人说深夜的朋友圈存活期只有几个小时 那些白天不动声色的人 在夜晚稍稍崩溃一下 又会默默删掉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自顾不暇 没有谁会关心你的情绪 只会笑着说矫情 但我点开评论 输入加油两个字 又加上三个太阳的表情 不是社交敷衍 而是感同身受 因为我知道你真的很累 蔡康永和成龙有过一段对话 那时候成龙刚拍完一部电影杀青 蔡康永关心地问 拍电影累不累啊 一个简单的问题 让一向上天入地的硬汉成龙 在节目里痛哭了15分钟 每次回忆起这个片段 我都会想起有次看一个博主的视频 他跟大家聊起近况 说着说着 哽咽了起来 这段时间真的挺累的 镜头前的他总是漂漂亮亮 但其实生活就是在不同城市之间飞来飞去 一睁眼就是行程 几个月没和朋友聚过会 没和家人吃过饭 录完片子还要剪辑做后期 一坐下就是八九个小时 晚上十点多到家 犹豫要不要去跑步 突然发现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手臂也抬不起来 满屋子找膏药 却怎么也找不到 他突然就觉得自己好没用 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打开视频的评论 留言里一句一句 说的全是我懂 白鹿园里有一句台词 我看这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 尽是受苦了 这人到世上来呀 头一声都是哭 没听说谁落地的头一声是笑的 为啥呢 就是因为这世上太苦楚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倒霉蛋 背负着全世界的重担 举举独行 但环顾四周 人生这场逆旅 你我皆是行人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很多事并不会如愿 每一步都走得艰辛 成年人的世界 泪就像一条河 所有人都淹没其中 偶尔抬头呼吸 永远无法上岸 动画《卖兜》里 卖兜曾说过他的志愿 我的志愿是当一个校长 每天收齐了学生的学费之后就去吃火锅 今天吃麻辣火锅 明天吃酸菜鱼火锅 后天吃猪骨头火锅 小时候真傻 竟然盼着长大 一夜之间长大才发现 人生根本不是吃吃火锅唱唱歌的潇洒 只有为生计奔波的忙碌 离开象牙塔 来到无边的阴霾 夜空之下 走得越久 越明白什么叫疲惫 撞得头破血流 才发觉生活真的很累 尤其是当你结婚需要买房了 孩子需要上学了 父母身体开始不好了 工资开始入不敷出了 这些多重责任的交响曲 成了你人生的主旋律 再累 你也从不敢懈怠 湖北武汉 一个快递小哥 肩上背着一个大包 手里又拎着一个大包进了电梯 到了30楼 电梯门打开 快递小哥一动不动 有人好心上前拉了拉他 才发现他早已靠在角落睡着了 他不是偷懒 而是太累 家里刚添了二宝 老婆产后恢复得不太好 双方父母又都年老 带不了孩子 他每天早早起来 先送大宝去上学 再回家给老婆做饭 之后又忙着去送箭 头一天晚上 老婆进了医院 他一整夜没睡好 直到送箭时 站在电梯里也能睡着 广东佛山的深夜 一个大叔蹬着三轮车 蹬着蹬着 竟然睡着了 过往的汽车喇叭声把他惊醒 他又蹬了一会儿 每到一分钟再次打起了瞌睡 三轮车里装的全是菜 送去市场卖 换来全家生活的钱 有人拦住他 说这样太危险 怎么在马路上都能睡着 大叔说 早晨起得太早 中午不得睡 晚上又睡得晚 没休息几个小时 太累了 上海地铁七号线长青路站 冷雨夜 一个全身沾满白色涂料的建筑工人 蹲在墙边蹭网 老家要盖房 老婆腰伤不能干重活 女儿等着上大学 她每年在家忙完农活就外出打工 这次是在上海做油漆工 想和老婆孩子视频通话 但工地的临时板房里用网要交钱 每周两三天 她放了工便跑到地铁站 蜷缩在角落里 蹭着WiFi 跟家人见上一面 这世上多的是为讨生活奔波劳苦的人 生活试图把他们埋了 但他们仍记得自己是颗种子 得须拼命长成参天大树 庇护树下所爱之人 既是软肋 也是铠甲 既是思念到极致的牵挂 又是咽下所有苦楚的笨头 你问累吗 当然 每当生活赏给我们一巴掌 她既不道歉也不说话 而我们一边吃尽苦头 一边咬牙硬撑 我很喜欢习慕容在写给幸福中的一句话 作者会来也会过去 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 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 每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 我知道你很累 但请再坚持一下吧 听说生活到最后都会好起来 如果不够好 那说明还没到最后 湖海无边也有糖 隧道尽头终有光 一切绝望里都藏着惊喜 那个深夜在地铁痛哭的男人 为了签下一单业务 不知陪客户喝了多少酒 崩溃之后温柔的太太赶来 没有一生责怪 不顾她身上的污物 心疼地抱住了丈夫 生活本就不易 但请坚信 此时已草长应非 爱的人正在路上 那个坐汽车修理工的父亲 从头到脚都是污泥 累到瘫坐在地上 懂事的女儿拿着一根冰棒 一口一口喂她 每一口都填进心里 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生活更好一点 再累也值得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 但还有开心 满足和成就感 人生总有一些滋味 要在尝够了苦楚之后 才更显得甘甜 村上春树说 无论何时 人们总要在乌云周围 寻索着浪漫的微光 活下去 或许你早已筋疲力尽 或许你觉得 生活总是在欺骗你 或许你已经千百次 想要放弃 但我要对你说 再坚持一下吧 其实你已经是生活的英雄 哪怕风级浪高 哪怕漫目狼藉 也希望你能挥着剑 像北野舞那样说 虽然辛苦 但我还是选择滚烫的人生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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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